元宵节就快要到了中台湾元宵灯会12号将在文新森林公园登场 今年的灯会相当的饶富趣味 像是正在布置的现场有一座猪头虎灯 这个老虎围络了身体套上了一颗猪头啊 让大家看了忍不住想问这到底是猪还是老虎呢 另外还有一座灯是老虎拿着面具 有人说这是虎姑婆 有人说这难不成是假面虎吗 师傅就说了这其实就是虎甲虎威区 要大家放轻松发挥想象力 来来来看花灯今年是虎年 灯会当然会以老虎为主题 但等等这是什么 手插腰站立的灯身体是老虎纹 但怎么是猪头 为什么要吃猪头呢 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到底是猪还是老虎 猪 它是猪嘛 猪 猪家老虎的身体 那很像佩佩猪家跳跳舞 中台湾元宵灯会将在文新森林公园登场 正在布置的现场有一座猪头虎灯 老虎身体套上一个露齿笑的粉红猪头 让不少民众有看没有懂 旁边还有两个头部挖空的灯组 一只是老虎 一只是猪 民众忍不住把脸凑过去拍照 但拍了什么不知道 另外这座灯是老虎拿着面具 难道做的是假面虎 还有人说老虎加上人脸 就怕晚上看了会毛毛的 其实人家设计发想是大人小孩 耳熟能香的虎姑婆啦 原来这区是虎甲虎威区 不虎你就是要你发挥想象力 包含它在内有五大灯区 而主灯是10公尺高的台中虎爷 中台湾元宵灯会12日才登场 还没开始就已经充满话题 记者中部继续报道